Long Toon Watch 各位Long Toon的兄弟們早安 歡迎收看今日的節目 Long Toon Watch 我們今天晚上討論的主題就是 如何逃離朋友圈 你們很多人 只要跟女生互動 立刻就會被化為是朋友 所以我們這一集 我們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誰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特別的來賓 那就由我們Jimmy來介紹 我們今天重金禮聘狼群 胡金龍 大家好我是胡金龍 歡迎收看今日的狼群早餐 我們今天就教大家 如何用職棒的角度 去看待逃離朋友圈 我們要怎麼樣 打爆富邦換縱欸 好不好 我們拉回來主題 好 那 朋友圈這個東西 真他媽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你們 很常出去的時候跟女生在第二次約會 第三次約會 結果 女生 突然忍不反來一句說 心裡人真的蠻好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最討厭聽到這句話 哈哈哈 你聽到這句話就是 就是已經被KO了 所以 這個是我們 最討厭聽到的那句話 是是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解決說 那我們到底如何 被女人放進朋友圈呢 有一個心態面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 把它牢牢的刻在你頭腦裡面 有時候啊 就是思維的一個轉變 你就通了 那什麼概念呢 就是 言語先後肢體 這個概念就是 我們常常在跟你們講說 你跟女生出去約會的時候 笑什麼 你質疑我胡青龍的專業嗎 你質疑我胡青龍 原來你都是這樣搞的 言語先後肢體 就是我們常常說嘛 要調情要調情 你一定要跟女生調情 那通常就是嘴巴要講 嘴巴要跟女生調情嘛 那女生也不錯 她也有給你回饋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再慢慢的循序漸進 你再透過肢體 去跟女生做升溫嘛 那為什麼你一定要去這樣做呢 就是 你們可能會去 有一個頭腦裡面會有一個想像 就是說 那如果我今天跟女生調情 被拒絕了怎麼辦 兄弟我想跟你講 無論你和女生調情 你被女生給拒絕 或是女生接受 你都在向女生傳達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不只是想跟你當朋友 你有完完全全的把你的意圖 把你想要表達給女生的想法 都傳達給女生的 你不要去奢望說 女生他可能會 你調情他一定要調情反向給你 世界上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如果你有看調情課程的話 你就應該知道大衛哥在調情課程裡面講的 調情它不是一個直線取向的一個曲線圖 它是會隨著你調情女生可能沒有接 你調情女生有接 它是這樣慢慢一層一層一層 像是一個來來回回 慢慢堆疊上去 這才是正確的一個調情過程 所以 你在跟女生在相處的過程當中 不管你是第一次約會第二次約會 甚至第三次約會 你永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 要時刻的向女人傳達調情這件事情 不管是言語或者是肢體 你都一定得去做這件事情 不然你就會被吸入所謂的朋友圈 這個黑暗的洞穴裡面 永遠怎麼討都討不出來 其實嚴格來講 你因為很多兄弟們會不太知道 調情到底是什麼 其實調情原則上就是這樣 你可以去想像男女朋友他們是怎麼在互動 他們的言語是如何 他們的肢體動作是如何 然後你見證的往那個方向去推進 這個對我來說其實就是調情 那調情為什麼有效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一種藝術 就是我在暗示你 我其實是對你有興趣的 我在暗示這件事情 但如果你完完全不接球 那也沒毛病 我就先再稍微退一下 這樣子就好了 但你們很多人 你們會覺得一調情的那一刻 我就調情到床上去 這個他媽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切實際啊 非常不切實際 所以你調一次 女生沒有反應 你就會立刻的放棄 在這邊就是要跟各位講 無論你今天是用言語方面的調情 或者是你用肢體方面 你要見證去跟對方升溫 你的互動模式是一個男女筐 直接下去互動 是一個曖昧的模式 是一個親女的模式 有時候女生就是不會接球 在面臨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就是你還是得持續做 這樣子的話 關係我才有辦法推進 如果你因為怕被拒絕 所以你都不去做這些行為舉止 那就永遠卡在朋友啊 如果第一次約會 他把你認定是朋友呢 你後面你就很難做事 這遊戲規則 你原本你可以去設定說 Luck 我沒有要跟你當朋友的意思 當然你不能直接這樣子講出來 你講出來很奇怪 所以這就為什麼叫做調情嘛 就是我在暗示你說 我就是沒有要跟你當朋友 就這段關係 絕對不會是一個單純的朋友關係 所以我跟你聊的議題 感情方面的議題啊 性方面的議題啊 甚至你興趣方面的議題 我都是在為我們的關係 去做推薦的動作 所以有一個很好的案例是什麼 例如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如果是朋友的關係在聊 餐廳的話 可能你就是彼此在聊說 那你喜歡什麼餐廳 我喜歡什麼餐廳 然後你以為聊得很快樂 說不定你已經被放入朋友圈了 你自己他媽都不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 傳證出局 很好很好 in character我喜歡 把角色扮演 扮好扮滿 好 回到我剛剛在講的 在我的調情課程裡面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如果討論到美食 你應該要怎麼做 才不會被放入朋友圈 那就是你要為 未來我喜歡 以及你喜歡的餐廳 我們有一種 共同喜好 我們就要立刻去做一個 模糊邀約的動作了 這樣才不會感覺好像 我跟你是朋友還是怎樣的 除此之外 創出我們未來去吃的時候 的一些浪漫的畫面感 女生為什麼喜歡小說 因為她有畫面感 所以我用我的言語 來創出 類似這樣子的畫面感 女生就會覺得 她是小說裡面的女主角 這個 其實就是 情人的互動 vs 朋友互動 她的差別 所以在這邊呢 我也想跟大家去分享 你們可能在 約會的過程當中 常常 你不可能在一個 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這個短暫的時間裡 這麼強烈的一個 情人的對話方式 男女框架的對話方式 去時刻的去跟女生聊天 這樣一來 你會給女生 太大的壓力 也會讓女生覺得 你很有目的心 所以正常你們在約會過程當中 一定會 時時刻刻的 就是你們可能在聊天的時候 會像到一個剛剛講 你們可能聊聊 誒 跑到美食話題了 然後兩個彼此間就是都在 針對美食去分享一些 自己的一些看法等等的 那當你不斷意識到一件事情說 我一直好像 在跟女生在探討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有這個意識思維 就是 我要趕緊把我們之間這個對話 對 拉回到他跟我之間 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 避免你被放入朋友圈 你要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意識觀念 你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那在這邊我也想去教大家說 當你在意識到說 你們兩個彼此間都在 共同討論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如何去 跳脫這個對話局面呢 我也可以分享一個就是 我常常 偶爾在跟女生約會的時候 我意識到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每一次我都會跟女生說 誒 剛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其實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我覺得你蠻可愛的 你可以聽得出來我講這句話的 背後所傳達的意思是什麼嗎 我馬上把這個話題 拉到我跟女生之間 我再對她的外表 去做出我對她的一些看法 同時我也在向女生傳達說 誒 你這外表是我有興趣的 我才會這樣子去對你做評價 在這邊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言語方面的調情 它會這麼具備有威力 就是 我曾經在跟女生在約會過程當中 因為大家知道我手上有刺青 我一般我會穿長袖 我不會這麼刻意的去把 就是身上的這個刺青給展現出來 那那天比較熱 我就把外套脫下來 然後女生就說 誒你有刺青喔 都不知道你有刺青 你刺青蠻特別的 結果後面這個女生她就把這個關注點一直圍繞在我身上 這女生真的很會挑情 她說什麼 她說我去你不要穿外套 你不要穿外套 你把事情露出來比較好看 我比較喜歡不穿外套的樣子 女生對我這樣子的一個正面的這個評價 她會時刻的停留在我腦中 會讓我回味起來的時候覺得說 其實我蠻喜歡蠻享受 被這樣子給稱讚 所以同理的 其實你在跟女生互動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記得就是 時不時的把話題繞到女生身上 無論是她的個性 無論是她的外在 無論是她今天的打扮 無論是她的氣味 無論是她的造型 你都要時刻的去把話題圍繞在上面 讓女生知道 嘿 不是只想跟你當朋友而已 如果 我看到一個女生的色情很好看 VSNE 看到一個女生的色情很好看 為什麼她會把我當情人 為什麼她會把你當朋友 原因就是因為 互動的模式 以及我們代議題的方式 就是完完全不同 例如 今天你看到一個女生的 刺青很好看 我告訴你 我不願意跟你打賭 你幾乎五到十分鐘 你就在那邊聊 那個刺青的意義是什麼 那刺青很好看 那時候會不會痛 流血 然後一直在那邊環繞在刺青 我教你我的說話模式 我說 你那個刺青蠻好看的 那代表什麼 一個問題而已 針對她的刺青 接下來 我就帶到人身上 我就會說 其實 我蠻喜歡有刺青的女生 我覺得 有個性是一件好事 那個氛圍就起來了 OK 我說這句話 我在告訴女生什麼 我沒有要跟你當 普通朋友的意思 OK 讓她知道我有興趣 可是我並沒有說我對她有興趣 我喜歡這樣子的女生 你覺得女生不會覺得 你在說我嗎 會 可是又沒有完全在說 沒有這麼刻意 例如如果我說出這句話以後 女生說 那所以你喜歡我嗎 我說 我有說我喜歡你嗎 請問 請問我有說我喜歡你嗎 你不要 你不要你喜歡我 然後你就這樣 真的 我們慢慢來 我就運用這樣子推拉的方式 然後去帶過 所以調情 就是你議題方面的操作 你一定要往我們 就是 這個人去帶 而不是你看到 某一個可以聊的議題 你他媽就像圍基百哥一樣 然後把他媽所有的資訊 全部都呈現出來 一個話題聊到底 真的是會無聊死 我真的不會跟你開玩笑 你把他全部都念出來 我真的連朋友都沒有辦法當 你知道嗎 真的是 真的 你知道人對什麼東西最感興趣嗎 人對自己最感興趣 對 所以你一定要有點sense 把這個話題繞在對方身上 你一直不斷繞在對方身上 對方也能夠知道說 你對他有興趣 而且同時 你又去聊 他自己感興趣 他喜歡聊的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非常非常快樂 如果你想要學更多 調情的技巧的話 我會在一下放我們 調情課程的連結 這無論是言語方面的 升溫 或是肢體方面的升溫 哇 我們很多學員 那麼一看 就學會到底要怎麼用肢體方面 跟女生去升溫關係了 他是一個非常系統化的方式 其實一看就懂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你可以去看看這個課程適不適合你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這個讚 給他按起來就對了 按起來 這個讚 就是我們打贏YouTube演算法 最好的方式 所以各位兄弟們 3 2 1 謝謝各位了 好 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主要的目的 其實就是 要幫助各位 提升你的野性 所以各位 活出你那野性的一天 上班加油了 I love you guys 我們就下一次見了 掰 打爆副榜換眾 打爆副榜 Shiv yo Eu P P